走丢一年的狗竟然自己找回了家 这本来应该是件好事 但看女主人的表情似乎并不太开心 因为她越是观察 越觉得这根本不是自家小狗 她说家里走丢的真导犬名叫薄里 大概是伴随多点不见的 那天男主人带她去隔壁镇串门 仅仅是在亲戚家园里放了一会儿 再从屋里出来就发现狗不见了 而大门被拉开一条缝隙 也不知道是小狗自己顶开跑出去的 还是有人进来把狗给偷走了 起初一段时间 男主人每天都会拿着印好的寻狗骑士 去隔壁镇到处打听 甚至还在来往的车站旁边 全部张贴了相应告示 毕竟狗狗那时候体型不大 长相俊俏 走丢时还穿了件红色小衣服 这样明显的特征应该非常容易辨人 但忙活了将近一个月 是半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打探到 最后夫妻俩就只能认命 不再去想狗狗的情况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两周前的早上 一条白狗出现在了自家后院 他从临街那侧的石板路进来 一直向前走到镜头 停在了夫妻俩的餐馆跟前 然后就这闻闻那闻闻 像是在确认气味一样 紧接着开始朝屋里狂叫 似乎是呼唤主人快出来看看 等到女主人匆忙跑来外面后 他下意识叫了薄莉的名字 没想到对方摇着尾巴就过来了 看上去开心得不得了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 男主人也火速冲来后院 抱住小狗开始仔细检查 而对方全程都表现得特别配合 仿佛自己真的就是薄莉 也真的是认出了两位主人 但当重逢的激动退去后 女主人首先察觉到了不对 他说这条狗小时候 简直劈得不行 每天都在院子里上窜下跳 堪称拆家大王 可时隔一年多没见 性格便乖巧了不说 还天天粘在主人屁股后边撒娇 甚至于对各种指令 也完成得非常熟练 坐下握手这种都是小菜一碟 最觉得是还会配合装死 除了性格上的变化 第二个让女主人起疑心的地方 就是他居然不喜欢吃以前的狗粮了 而且是刚闻一下 就露出了非常嫌弃的表情 即便女主人用手捏着 一粒一粒地喂进嘴里 这条狗都能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种种细节罗列在一起 让女主人不得不开始怀疑 这条真刀犬到底是他走丢的狗 还是蓄谋已久 看上了他这个长期饭票 毕竟时间都过去一年多了 狗狗当初还丢在隔壁镇子 现实点来说 主动找回家的概率微乎其微 而且除了上述那些内在异地 狗狗外表上的变化更加惊人 他回来的时候不光毛发很干净 身材还胖乎乎的 甚至连脖子上的皮带都被摘掉了 要是再拿寻狗启事上的照片 跟现在对比一下 会发现狗狗从哲尔变成了莉儿 根本看不出小时候的影子 为了弄清楚这条狗的准确身份 女主人联系上一位真导犬训练专家 想求对方帮忙辨认下 他到底是不是一年前走丢的玻璃 主人都会把他留下继续照顾 但走丢这件事总归是一根刺 扎在夫妻俩心头一年多了 如果能圆满解决 那对于狗狗和主人来说都是奇迹 专家来到家里 首先看了眼狗狗的外表 接着否决了女主人对于耳朵的疑问 他说真导犬这个品种 出生时耳朵确实弯折 但会在差不多三到八个月这段时间内 完成丽儿过程 所以单凭这点并不能确认身份 不过相对应的 小狗也会有一辈子都不变的特点 那就是鼻子上的花纹 他让男主人拿着两张照片 去找了镇上的一位兽医 而对方将鼻子截取放大后 进行了极为精密的对比 最后可以完全确定 这条真导犬就是他们家走丢的那只 至于小狗在身体跟胃口上的变化 兽医猜测 他应该是被好心人注意到了 大概率每顿饭都有人定时投喂 没怎么忍急挨饿过 顺便还把嘴给养掉了 所以才不喜欢吃以前的狗粮 他告诉女主人 回家可以先试试菜汤泡饭 只要不放盐就没什么大问题 先喂上几顿过渡一下 之后再慢慢把饭给换成狗粮 一点点纠正过来就好了 这次经过兽医确认 算是帮夫妻俩解开了丢狗的心结 而且通过后续相处 他们发现小狗虽然变了 但也没变到他们认不出来 毕竟在陪男主人打高尔夫这件事上 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可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走丢一年的狗还能自己找回家 真的在各种意义上都属于罕见案例 不过好在夫妻俩应该住在郊区偏乡下 附近没有特别密集的车流 会对小狗造成生命威胁 而且兽医后来说的相当在里 就这干干净净的模样 油光赠亮的毛发 还有被养掉了的胃口 别说是好心人定点头位 就是被别人领回家收养我都信 说不准就是在别人家浪购了 才肯收心回来找主人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